我大概提一下,這位小姐所講的金雞 指南宮不是有那個金雞,大金雞 有幾個有的嗎?有幾個有的,你有的嗎? 真的嗎?真的啊 那個金雞一般要注意,金雞不要放超過地面三尺 為什麼會放很高? 不行,放太高的話會雞被狗掉 然後第二個會跟男生吵掉 要特別注意,雞一定要放大概在一尺 這樣就可以了,一尺,管道就好 你放那麼高,雞為什麼會飛起來? 就是有人在追他的時候,他才會飛起來 放低一點大概30公分的高度就可以了 你去買一個小的椅子就可以了 他叫我們說隨便擺就可以了 因為他們不專業,那開運的商品不可以這樣子放 所以那個要擺到我們就才會 對,瞭解意思嗎? 你可以放在,就我剛剛講的就是那個電視機的旁邊 那個位置稍微低一點就可以了 還是你的客廳 客廳,你就看哪個盤 你覺得,如果你們多盤看,都倒好 在家裡找柴位 你們就是去買一盆植物,種在客廳哪個地方 種最會活的那個地方 就是家裡的柴位,瞭解意思嗎? 買一盆植物,不管是樹 還是仙人掌,還是不管什麼都OK 就把它放在客廳,東方種種 西方種種,南方種種,北方種種 但是你要拍照,比照一下 哇,這邊好像長得比較漂亮 比較哇,那這個地方就是柴位 你要解意思嗎? 那楊台怎麼用理它? 楊台沒有啦,沒有講到那邊去 領導師喜歡考我 請問主柴位到底是要放金基還是要放黃水基? 如果說你是要讓你的運勢強 開一步比一般是三件 三件內,不要超過 你可以放金基,又可以放聚寶盆 又可以放皮修,大概三個 也不要放太多 看你的八字適合什麼樣的東西 本身說我的本命我適合聚寶盆 就放聚寶盆 我的本命金洞就用金洞 要解意思嗎? 那請問一下,客廳到底是放黃金洞還是聚寶盆? 一般是放聚寶盆 對,如果你想要招人員 本金就是放黃金裡面 招財 招財就是綠色的 那防水晶放哪裡? 防水晶放到書房咧? 書房也可以啊,它是屬於失業的 防水晶是失業的 所以招財是放綠水晶 綠水晶 他叫我問的啊,老闆 好,我們第二堂,十二生肖 適合的行業 我們翻開看一下 鼠老鼠有幾位朋友? 現場 鼠老鼠都沒有? 只有我? 我老公 坦白講,我今天悶了一年 前年更悶,前年就一直生病 一天掛三顆 真的不能鐵齒 那後來我在六月往祭改 我們自己有公廟,我就祭改定 祭改完,欸,我又剪下來 到了十一月,我又祭改一次就比較穩定 今年就OK 但是今年整個生意都拖不出去 包括我上了風水有關係的節目 張維中的節目,張老師的節目 我上了一集 收視率是全台播以來最高的 0.5 最高的喔 而且我是偉來電視台的 執行經理跟業務經理沒有推薦 推薦出去 一定要用這個老師 結果呢 後面陸續發了通告就被推掉 發了通告就被推掉 就一直推不出去 然後呢 又去購物台VIVA跟MOMO 東西已經做好了 拿過去 打槍 打槍 老師你也會這樣 所以喔 悶了一年 但是還好很平安 哇,切豬帶很大的 當然啦 不然怎麼補助眾生 那還好人還算平安 我有幾次在高速公路開車 都突然間好像會恍神一下 可是都還滿平安的 所以明年真的換五 該輪到我了啦 那明年開始 鼠鼠的會有五年的孕 你老公有五年的孕 會一直走到下一任的豬年 就是豬年前 豬年就是在犯病虎 然後 那鼠老鼠 我們適合金、木、土、火的五行的工作類別 分別有金飾業、金融業、汽車業、電子業、文書業、室內設計、家具、園藝造景、旅遊跟廚師 那我們親愛的先生 是文書 他是大學教授 所以文書業的 所以他做得很好 那越來越好 越來越發達 老婆就一直在後面跟著一直熟錢 好 好 來 那現場屬牛的有沒有 牛 好 一位 明年比較不好 要特別注意 明年身體方面 可能氣會比較虛弱 到晚上早點睡 那 昏的 就是這個 傷的不要 那喜事可以去 但是去的話也不要跟新娘太正對面 因為你本身發股胎歲 去的話跟喜神會對創 才特別注意一下 那鎖倫的朋友 適合就是木、水、土的五行工作類別 這是文書、家具、產品設計、布農、洗車業、飲料店、油品跟防重業 那大姐你現在做什麼行業 管理 管理是屬於文書的 那有啦 剛才還說在這個行業別 但是你就是比較容易不敢去得罪人機 然後提升自己的戰鬥力 別人就插在這個部分 來 生肖屬虎的 來 那如果不是屬於這些 那你做得比較累 做得比較累 那有一個意思嗎 好像都賺不到錢 做得要死 都賺不到錢 這樣 有感覺嗎 不是我 不是你喔 是誰 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有感覺都賺很多錢都賺不到錢 變成這樣 對齁 應該要賺 這個明明看都是我先生的錢 是不是 就變成這樣 了解齁 好 美女髮美容 小吃 水電工程 房仲 原藝跟植農 大姐你做什麼呢 披炸這塊錢 現在做家館 家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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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看一下 來 都是啊 都是啊 都要包啊 都要包 你算總管 好啦 OK啦 可以啦 那屬老虎 那屬老虎 注意明年也是一樣有這個 病痛 病痛的觀 那原則上 屬老虎明年要小心 這是拿菜刀切菜 拿剪刀修指甲 還是上下樓梯 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不要去探病人 記探病人 病人都要去看喔 了解意思嗎 因為你本身 你們的氣力經理會比較虛 會有偏頭痛 兩位有沒有偏頭痛 現在已經有了 恭喜你這麼講 那這位呢 還好 那你症狀已經有發生了 小心一下 回去我教你 這個可以稍微自己破一下 用大拇指 在我們的耳鳴骨後面這個地方 碰出來的地方自己按一按 這個地方 耳朵後背大概三公關 不是 這個地方 這個骨頭 晚上自己按一按 按完之後呢 喝個500cc的水 你會比較舒服 一定要按 按完之後你就會變得一不一通 好不好 好 鼠兔的有嗎 鼠兔的有嗎 鼠兔寶寶好多 有四位 來 生肖鼠兔的朋友 適合土、木、水的五行工作類別 職業有這個 防重業、買賣土地、務農、養殖、家教、公務人員、軍警、水電、電器用品、養生館 那現在你們都做對了 蛤 我做袋子 塑膠的是哪一個 塑膠是什麼 塑膠喔 我給你看一下好不好 塑膠的話 你是回收做好之後再賣出去嗎 不是 我是做那個 分解材料的 就是分解材料 那應該是在電器用品類裡面 電器用品類 對 在電器用 但是大姐 有時候 柔一點太強勢 有嗎 有你太強勢 稍微柔一點 比較柔一點 對 比較柔一點 慢慢的打太勤錢 會不會 那你會更好 都穿裙子 來 來 我們兩個 你們兩個 兩個 你都做金農業的 有嗎 沒有 沒有 嗯 你現在做金農業的 金農業你看 我都慢慢來 我怎麼做這兩個來 沒有 還是這個 這個 轉到 對 轉到公屋那邊去 聽到 來 來 好 屬農的 朋友 在座都沒有屬農的喔 有一個 有一個 我是名貴人 屬附的明年好不好 蛤 屬附的明年放這個雪光 蛤 是想雪光 特別注意一下 後面有一張啊 後面有生命危險 去接血啦 換雪光 我跟妳講 一般 你可以記桿 屬附的明年就是水光 跟官司要特別注意一下 孩子可以是要簽約要看清楚 不要被騙了 要簽合約的時候 要看清楚 那 屬農的 金木水土 有百貨業 電子五金 汽車百貨 水電五金 公務員 教師文書人員 理財人員 水書館 養生館 養殖業 房仲業 礦石珠寶 你現在坐哪 幫妳先生 那妳是屬於文書人員 那妳是屬於文書 文書人員 對 公務員 對 是喔 那 喜歡藝術 藝術的話 應該是算哪一個行業 這裡面沒有 沒有的話 沒關係 妳可以兼著做 沒關係 可以兼著做 藝術是可以 妳就克火火的不要動它就好了 特別注意一下 記火 所以妳也不要穿很紅的衣服找妳老公 晚上那個蕾絲的衣服不要買紅色的 都買紅色的 了解 好 哪一組蛇的朋友 大哥 一位而已喔 哇 你看一個龍坐那邊 一個蛇 小龍坐那邊 兩邊都是龍 小龍的 我們這個有土木火的五行工作類別 有房仲業 土地買賣 營建 園藝 雕刻 藝術家 木農 土木燕 裝潢 食品 漁業 小吃 餐飲 飯店 跟導遊 大哥 你做到什麼 賣魚 漁業 那不錯 食品 食品那可以繼續加起來 那你就是 可以讓你的東西再推出 罐頭類的東西出來 真空包裝的東西再出來 越做越好 行銷到東南亞去 這樣了解 好 OK 我看你的面相 你差不多要訓練接班人 你的接班人力量有點不夠 對 三個兒子坐在我公司 但是你不夠 對 你就一直覺得 那你爸就跟你說 那不是這樣做 那就是鞋是鞋 你不要這樣做 你有感覺嗎 你剛都鞋就鞋不起來了 我們人類 人類 所以你看你頭髮 哇 你說 你說到恨鐵不成功 你現在的聲音就是 你的面相 對 我倒覺得 你是不是要不要給他們一點 激勵的一個力量 互相比較的激勵的力量 留一個激勵獎金 鼓勵一下 你三個兒子是猛 但是有一點好像就覺得 反應會比較慢一點 你想你太優秀了 所以你會覺得你的兒子一直扶起來 就是變成這樣 你今天有一個出來 我跟我實在 我好好的 我好好的 我都用這些按摩一下 這方面要再加強一些 更有那個應用方面 先握一下 來 再來數碼 現場合友 一位 還有嗎 沒有了齁 來 數碼的齁 來適合金木水土五行工作類別 職業呢 有這個電池 水電 汽車 金飾 文具 文書 教職 軍警 務農 做哪一樣 防重的 可以 但是你的形象不ok 我看到你 我覺得不會跟你買房子 為什麼 你知道嗎 第一個 形象都打槍了 第二個 你口才不夠 第三 你膽識不夠 第四 專業的不夠 了解意思嗎 所以你要去提升你自己本身的戰鬥能力 什麼叫戰鬥能力 我本身我要去推薦我這個房子 我要去了解這個房子的坪數 了解意思嗎 它的格局 它適合幾個人住 這個房子是什麼樣的方向 適合什麼樣的生效進來住 它離捷運有多遠 它附近的周邊的一些設施都要怎麼去了解 你知道嗎 我去推 了解了齁 然後再來呢 要去了解說這個房子它大概蓋了幾年 它的電線是什麼樣的規格 都要去了解 人家一問你 欸 這個電線是幾點幾的 你怎麼說嗎 你怎麼說嗎 電線很重要 電線在民國好像是在87年之前 或是因為1.2的 後面都改為2.0的嘛 比較大條 所以這個就一定要有了 你去我房子的 幫你問 你這個電線多少錢 不知道 不知道你怎麼做房子多少 再來這些去了解之後 再來就是你的口才 再說你的形象 那男人最有機會你騎來 我跟你說 我不敢說我比他帥 但是我比他亮 對 我天定很亮 你為什麼要把他老師蓋住呢 了解我意思嗎 我上輸 那沒有關係 那沒關係 你就是要讓你的硬盤 經驗債 各位 他怎麼做到電話 丈母娘看女婿 也看女婿對不對 好注意聽喔 你如果要趕緊扇 牽扭要搭地 沒有意思嗎 旁邊要寬 旁邊要寬 這個就ok 有意思嗎 你就一直蓋住 這樣不行 對不對 回去麻農看 運勢就好了 那如果要挑媳婦 要挑媳婦 這兩個全骨套庫 不能失誇 失誇 客夫客子 有意思嗎 然後 段懲罪不能太長 小羊,太久不可以,特地贏 要贏大年,要贏贏贏 要贏贏贏贏 申請賞賞 申請賞賞 來,剛剛講到麻 蘇洋朋友 1、2、3、3位 這位米勒、阿智,你想什麼 土 我講魚了 來,蘇洋的朋友 來,明年 蘇四盒就是木、水、火 五行工作類別 職業有文具百貨、文書 工職、務農、漁業 市場、餐飲、旅遊 房仲、土壁跟雕刻 你現在做什麼 學家 文書可以 你很精,你很聰明 你太精,你不要比老闆更精 所以老闆又紅了 對,老闆又紅了 他是老闆 他很精 他是頭上長這邊的 文書裡面的一顆鑽石 還有蘇洋是誰 來,你做哪個 工程師 工程師 所以喔,可是你這個工程師做得很混 剛才已經講過了嘛 第一個是信心不夠 第二個很迷惑 你設計的A案可能會跑到B案去 要特別注意 那給你一個建議一樣 你也是頭上還是扛掉的 扛掉起來,好不好 你扛掉起來,三年如果沒有改運 你來找我 但是明年沒算喔 你明年也不算喔 你不可以來找我 明年過了,你頭上都扛掉起來 你運會不一樣 好不好 來,還有剛好一位是誰 這邊 來 媽媽你做什麼 做媽媽做家庭 家庭做嗎? 那中館那中館那最大 但是喔 你的面相 大家看一下面相 家裡還是要 有時候不要冷氣吞聲 他跟他講的事情也是要講 因為你太過為悶了 太過為冷氣吞聲 你是好媳婦好太太 可是有時候就是反而是 你會造就家裡一切比較不好的 不要鼓喜養姦啦 這樣說你聽不懂 這個男生是這裡面沒辦法 但是我告訴你就是夫妻養姦 要說就是要說 你現在反應出來的就是這樣子 來,鼠雞 有嗎? 有 猴 鼠猴 猴有沒有 沒有 我的貴人耶 我的貴人沒有耶 鼠猴是我的貴人 鼠猴的齁 來,不管你的家裡如有鼠猴的也可以 它適合金木水土 五行工作類別 那職業分為有這個電子、水電、汽車、金飾、木雕、室內設計、園藝、花店、洗車、飲料、房仲跟土地 那鼠猴的齁明年日飯病福 東西不要亂吃 跟家裡的人交代一下 尤其是生食 生魚片、生菜、沙拉 不要吃 家裡有鼠猴的齁 就勸他們不要亂吃 好,鼠雞 木、水、火土 OK 然後呢 之類別有這個 花店、園藝、室內裝潢、汽車、油餅、飲料、食品、房仲、土地買賣 都沒有 沒有嗎 那你那個算是買賣一樣 在這個房仲跟土地的買賣裡面 OK可以啦 看你的面向主機 明年可以出運一下 但是還是注意一下合約問題 來 屬狗的呢 狗 也沒有 來 四合木、水、火 然後就是文書、公子、教師、藝術家、家具、漁業、飲料、美髮、廚師、餐飲、旅遊 那屬狗的明年會被親人所害 但小人要注意一下 會被親人所害 親兄弟、親姐妹所害 正防一下小人 牙醫的話 看一下 他是屬於公職吧 對不對 是屬於比較公職這一類的 應該可以啦 來 屬豬的 四位 來 我們辦公室 辦公室人員、文書、教職、飲料、美髮、養生館、水族館、廚師、房仲、土木、裝潢跟園液 你做哪個 保險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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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在裡面 房仲 是在房仲裡面嗎 算是房仲裡面嗎 OK啦 好啦 明年特別注意一下 來 這個 使用電器用品類的東西 特別注意一下 使用電器用品類的東西 洗澡不要摔倒 洗澡不要摔倒 調育什麼 洗澡不要摔倒 那還有就是換 大哥嘛 大哥做什麼行業 大概 換工室 是人質的 可是你好像有點想說一直都升官升不上去是不是 有沒有 留給別人 留給別人 不是啦 我覺得你齁 你是能者不想多勞 你是能者不想多勞 然後就一直就不想升 那些意思嗎 好像就是反正我就是上來搬下來搬上來搬下來搬 沒有什麼大字 鼓勵他一下 他看了要不要升官 好不好 沒有興趣 做了好幾年都沒有升 然後注意一下 那明年一樣 開車騎摩托車小心一下 上下車小心一下 來 屬豬還有誰 來 而且你做什麼行業 沒有 家管 那家管明年你家裡齁炒菜煮菜要小心 不要被火燙到 老公做你就是你這些行業名為主 都可以 都可以 那你就是 是文書辦公室 OK啦 明年注意一下齁 那個就是肚子方面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亂吃東西 冰冷的東西不要喝 這個是今年齁 我們2015年 我們十二生肖它適合了一個工作別 那後面會有一張 後面會有一張 大家看一下 就這一張 屬老鼠已經悶了一年 一年齁已經開運了 指揮心拱炸 就是指揮大地 天官大地 指揮心拱炸 那鼠馬就是太陽星星拱炸 整個運勢也比較好 那鼠牛的 就明年犯正太歲 那這個 鼠羊的 沒有錯 鼠羊的是正太歲 然後那鼠牛的是犯 夫太歲 就是偏充 所以說整個看起來就是 鼠羊跟鼠都會比較不同 那老虎就是死符 就是身體會血光之災 那病符就是會有生病的機會 就是鼠頭的 大家都要特別注意 那鼠兔就是剛才有講過 在白紙黑字上要看 要簽字 要談合約內容 要特別注意 那鼠雞的 就是要上下車要小心 然後自己 也要去捐血 有要煮菜啦 煮飯啦 拿刀要小心 那鼠龍的 明年是泛濫桃花 鼠龍的是泛濫桃花 鼠狗是小人 雞跟狗都是泛小人 天狗都是一樣的 但是鼠狗會比雞好一點 因為牠有天德心 可以幫忙牠 天德跟福德心 狗照可以幫忙牠 鼠蛇的 就是我們剛剛那個大哥 你家裡還有長著 爸爸媽媽 沒有了 他沒有就沒有關係 那三次不要參加 明年上次不要參加 那鼠豬的話 就是白骨心會有血光 但是鼠豬它又有金貴心 又可以幫忙 所以它又可以化解掉了 有一個好的心 菌學嗎 菌學嗎 可以可以 有一個好的心 又有一個不好的心 看父祥就是衝底掉 對 會平平的 如果你完全都沒有 都是壞的心 沒有好的心 那就很麻煩 你像屬羊的跟屬牛 那沒有好的心 就比較麻煩 本身這個是我們宮裡面的 有一些要安太歲的 要安光明等等 後面都會有資料 如果你想要安的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這樣講 來 那現在 職業講完之後有沒有問題 來 你說那個屬虎的簽約會碰到陷阱嗎 對 如果找家人其他身上 如果找蛇的話 可以 就不會了是不是 找別的身上就不會了 屬虎的 屬虎的 你找屬蛇的 屬蛇的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有沒有 有說屬羊是 像我變職業工程式 不太適合 其實 你如果真的一定要做 可以 你可以利用衣服顏色去補破 但是你自己要先把家裡的燈要弄好 要點 那自己要提升你的那個 那個戰鬥力 真的不太好想做什麼 這也不用流浪你 你覺得呢 你要不要站起來展現一下腰力 給大家看一下 屬什麼 屬羊 突然跟我說這個 其實依你 你的感覺 你可以去做一些文書跟公子 這個行業會比較好一點 文書公子的 你可以在讀書 在進修 然後再去參加一些考試 高讀考 好不好 他掛了你去辦 有可能會在公子這個地方認識 好不好 屬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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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這樣子講 你是裡面當中的 頭上長鑽石 你是文書裡面的一個頭 你不能這樣子那個啊 屬羊 屬羊 因為其實坦白講 我們電子業 不是我們在批評他 因為我們台灣的電子業 真的 已經 有點 他在需要人的時候 就是用約聘的 他不可以做證職 用約聘的 可能半年還是三個用約聘 然後到了就再見 到了再見 然後呢 他沒有生意的就是開始一直殘忍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這都害了我們台灣 是我們台灣 為什麼整個生態體氣越來越差 因為第一個 像爸爸 爸爸還不錯 他算很好的頭腦 他讓自己的兒子在家裡去工作吃苦 是OK的 可是你要知道 有的爸爸 五年級六年級的爸爸 還是四年級的爸爸 又自己苦過來 結果說我不想讓我的孩子受苦 就讓他惡意奉承 一直堵 堵到最後 這個也不會做 那個也不會做 然後他想要去做輕鬆的 做輕鬆的 一個月兩三萬塊 不做 誰害了誰 是我們自己台灣人 害了我們自己台灣人 然後這些廠商就外移 外移到中國大陸去 然後去那邊做了 就被中國大陸給他渴 為什麼 很簡單嘛 我曾經去台商 他們最煩惱過年 為什麼煩惱過年 第一個 除了年中之外 過完年之後 要開工的時候 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 就是變成這樣子 我今年有一千個人 那我放完一個年假回來之後 可能這十五百個人 我好幾條生產線全部要關掉 為什麼 我這邊多五十塊 我要跑那邊去的 那第二個 中國大陸人非常不好管 還是我們台灣人比較有善點之心 我去的時候 他是做電子場的 很簡單 他是應徵作業員 你不能叫他去掃地 你不能叫他去商鋪裡 他跟你講一句話 老闆 你叫那個清潔的媽媽想來掃 我是來應徵作業員的 我可以告你 你看 他直接真的跟你嗆 那我們台灣不是 我們台灣人每天早上去 是不是一定要掃地 掃完之後 垃圾包一包到 所以是不是我們台灣人最善良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子 因為就是政策的問題 其實坦白講 我們台灣過度開放 已經過度通了 所以才搞得真的現在這樣 中國大陸他們慢慢錢越來越多 然後他們的素質很差 我去中國大陸五星級的飯店 坐著 哪有人腳翹這樣子的 然後還吊個煙 吃飯的時候這樣 五星級的 那你看我們台灣人哪會抽煙 然後我們就是要出去外面自己去抽 他們不是大丁廣東就抽煙 然後就是三四星怎麼樣 叫那個服務的人 好像在叫狗一樣 一點人權 所以我們就是 因為他們突然就是爆發負 他們沒有一個專業的一個素質 一個那個水務的素質 我們台灣人就是有 因為我們 我們是有太用的人 那都沒有太用 那沒辦法 台灣女王 男生就來了 然後那個女王蜂有沒有 那邊亂嗑亂弄 那都不對了 所以這都是 因為沒辦法 因為他們現在太有錢 都是我們台灣人的錢 過去一個失敗又回來 過去一個又失敗又回來 錢都丟到那邊 所以如果你要繼續做電子業 也不是不可以 可以利用顏色去調整你自己 本身的一個均勢 不管做什麼行業 就是一定要低頭 一定要怕命 才有機會 吃不了苦 你就算讓你 很簡單 你坐在那邊 錢也不會進來 一定要努力 瞭解意思嗎 我剛剛跟你講 就是為你好 你要請你身上幾個點 以後你雖然人終於一條龍 營建業房中也留一條龍 瞭解意思嗎 很簡單 因為我以前在最早在 我以前是當業務 那我回歸這個算命師的工作 其實我以前都有在學 小時候就開始學 但是我就覺得 我就不相信這種東西 我要直接做一番的事業出來 我也開過建材行 我也開過這個 那個什麼 這個類似那種 那個商品的 都打 那後來神明就說 你還是要回歸回來 那我最高的職務 是做到新日本石油 就前身的山林石油 聽過嗎 日本的山林石油 後來改為新日本石油 然後我去做 我從業務 業務經理 然後在副理 到經理 我手下有30個員工 我每年投出的業績是3800萬 我都牽得到 我帶過很多的員工 但是問題就是說 員工 那時候我們帶的員工 都可以聽 現在的員工都不會聽 帶不聽 因為現在都吃五年了 比較晚 不是吃人 吃人 像五六年級都吃人 比較痛 八年級到九年級都吃了 五年 都聽了 我大哥 我說得對嗎 很簡單一個道理 他說 如果今天是你 你是一個業務好了 你要來賣這個手機 好 那我是一個廠商 你走了三趟 不甩你 是不是有的業務 就不想再去了 但是呢 我們在培訓 我就是跟我的業務講 你今天 就是不去 他就是在賣iPhone的 你就是 但是你要給他介紹三星的 他就是不會用你的東西 你就是願意去打他 為什麼 因為這個人就是 絕對不會背叛的 以後絕對是你的大戶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不會背叛iPhone 他以後就是不會背叛你 但是就是很簡單 你要帶樓家 什麼叫帶樓家 沒有關係 我iPhone裡面 我這個東西賣不進去 沒關係 可是我就是還有一個電池 還有什麼的東西 什麼 比較便宜的東西 你經常去那裡多 你一個禮拜 你過三天去那邊 陪老闆 比較好爛 什麼叫做比較好爛 你要先去瞭解 這個老闆他喜歡什麼 這個老闆喜歡玩股票 那你 你不用真的去玩股票 你就花個十塊錢 買一份中國時報 看一下股市的行情 大概了解 去了之後 老闆 我聽到你在賣公票 那一支有錢 有啊有啊有啊 你們的話題就來了 這個話題來之後 就有切入點 他就覺得 你我老闆公票 跟我講 那就拉進去 拉進去之後 你就慢慢跟他打 其實我是沒有玩的 其實我都比較好爛 你還圍得好爛 走路就是要圍得好爛 了解嗎 開始講的時候 他覺得你這次是想講的 明天在家裡 欸小林啊 你這樣講 你聽我明白嗎 我是不是也有明白 你開始跟你聚業 那幾天啊 你再長來差不多 一個禮拜去三天 慢慢喔 老闆就卡住了 欸來吃中途 我們太太有助 這位來吃 請求一個高票 是不是又拉近距離了 那去的時候慢慢喔 剛才 吹起跟吹起 烏烏也會去照照 會去照照照 會照照照 會照照照照 會照照照照 他一定跟阿姨說 會不會 會去頂打照嘛 頂打照照 的時候他就卡住了 你就卡住了 還是你剛才在那裡 老闆 沒關係我聽你 這次我招給你 尷尬給你 我告訴你 他連工都給你拿東西 這就是一個生意的一個戰略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年輕的耳朵都不聽 都不聽 都覺得說 我就去 老闆我們這個東西 產品怎麼樣 不忙 我就走 這就是不對 所以 老師不是這樣 老師不是做選學 如果你們有各公司 你比如說 我想要老師來幫我們講一下 經營理念啊 還是說員工什麼樣的 帶的方式都OK 這是跟大家說的是 人生的經驗檔 好不好 還有10分鐘 有問題 有問題 快起就是 應該沒有這個部分 因為你太能幹了 沒有啦 都應該說沒有 好多困惑 來 還有問題 大哥你應該認認我這樣說的OK吧 因為這是我招 對 我家裡差不多20年 業務的經驗就是這樣子 真的 業務現在很難抓 人才又有不住 兒子又很難訓練 真的很難訓練 你要為他完全不會 訓練一個業務到會 然後他又跳到別的公司去 就變得會這樣子 所以你要訓練你的兒子 要用耐勁去訓練他 這個東西要怎麼去推銷 讓人家 他會喜歡他 對方不買 你還是要一直投票去 去到最後人家會願意接受 然後 也很愛好 這間店裡面 比方說樹梅姐他們家 是樹梅在擋權的 要收權的時候 他老婆就支票本拿出來 收錢啦 收錢 開一開 這50塊我就不開了 開一開 就拿去了 看一下 這個家裡面 是老婆在做主的 你要對陣下腰 你只要去把他們 老婆做不好 因為他還要拚過他 他怕老婆 他怕老婆 氣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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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老婆 改天你就回去家裡 現在有LINE 有網路很方便 去了解一下 改天去了之後 老婆 你看你都很愛跳土風舞的 我們躺在暖暖閃閃 有一個團 而且在小姑媽 下面土風舞的團 他會覺得你好親切喔 你會 怎麼會跟男生一個義務 會喜歡那種土風舞的東西 老婆覺得你很親切 跟別的義務不一樣 他以後就會找你 你了解的意思嗎 就是你要對陣下藥誰在掌權 你去找不老公的太監鬧好 了解的意思嗎 你要找那種失敗的人 你做情意教 了解的嗎 我義務上次沒問題 就是管理上 管理上我就跟你說 剛才有你三個小孩 要讓他爬起來 他們沒有威 不用去照義務 那就是管理上 風靈的人管 很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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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沒有你有機會 在那裡帶來的小孩 先我開牌一下 我到底是對的不對 我們先建設一下 有時候這種東西 因為本身老闆的信心度 還是說兒子的信心度跟專業度不夠 人工就不甩 所以也奉勸在座各位 如果你們要投資做生意 一定要記得 這個工作我沒有辦法去參與的 就盡量不要投資 因為一投資進去 有賺錢沒賺錢我不知道 第二個點 那邊的人不會信 這是很重要的 一定我投資之後 錢花了 我這邊的工作完之後 我有辦法融入進去 再一起去工作是OK的 做會比較好 其實說這個 帶人是有一個方法 我不知道你怎麼帶 但是像我在台人 我就是以前的部署都還很不聽我的話 我不是用符號吃 你聽我的話 我也不是帶給你 我聽我的話 因為個人個人有一個管理上的領導統領的方式 像我以前對待這些下屬 部署 那些員工 因為我既然到業務經理到副總 其實我對每一個員工 他家裡面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家義秉町我都很了解 家義秉町他的生日 他們現在的狀況 我隨時會帶一本筆記本 這麼大本 他也是筆 因為以前沒有這個行動電話可以寄 然後呢 他的家裡面某個人什麼時候生日 我就會 這個員工 他的親人來上班的時候 我就會包個禮金 然後我就寫個小賀卡 我就這個回去轉給你媽媽 拿這個紅包蛋轉給他 從這個小弟姐姐 然後他覺得不用啦 經理不用這樣子 我怎麼沒有關係 這是一個心意 但是人家說吃人嘴軟嘛 吃人嘴軟嘛 拿人就手軟 我覺得我的員工都很好管 我只要畫槍 沒有人說不敢槍 所以還是要吃一點小手段 這個小手段不是說要去害他 只是要去拉攏他 還有就是有的時候 比方說員工 以前都沒有手機用PB 扣碼 我的電話都留給他們 號碼 扣機 號碼都給他們 只要有問題馬上扣我 我曾經有過一次是一個員工 他開公司的車 因為我們下班之後 我們的公司的車 可以讓他們開回去 因為他那時候家裡的經濟狀況比較不OK 然後就開了公司的小貨車 然後就在這些小孩子要什麼 一直去出去玩 半夜兩點就突然間車子跑馬 扣一扣我 他就很感謝 所以我覺得我很好戴還OK 所以我媽媽說 有時候這種東西要耍一下心機 變得就是 心機不是說我們要去陪他 是讓他聽我們的話 變得是這樣子 有一些方法可以用 好不好 OK啦 時間都夠了 沒有問題 我們就先休息十分鐘 等下我們再來進入第三個話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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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